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遼望 我是郭重倫 最近中國大陸的崛起跟美國這個寄存的強權之間發生了緊張的關係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對於權力轉移理論有專門研究的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唐新偉 唐教授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唐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先談一下就是對於這個現象就是一個新興的強權崛起 對於寄存的一個強權之間的關係 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我先提一個就是Mill Scheinman John Mill Scheinman他是中文翻成米夏摩教授 他提到的這個說法據說叫做公式現實主義 他認為這個整個的世界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這裡面的權力有一定的邏輯 然後國家強大了以後 他就一定要謀求自己的霸權 那他新興的強權就會挑戰寄存的強權 他從這裡面發展出來的一個說法 如果中國崛起的話就一定威脅到美國 然後美國一定要把中國給壓下去 你能不能談一下這個公式現實主義 他的解釋對於中國跟美國的關係 你覺得他的強項或者他的可能有的不足的地方 各自在哪裡 就是公式現實主義者 其實就像主持人說的 他們是假設這個世界的政治體系是無政府狀態 所以說每一個國家如果想要生存的話 都必須要自己想辦法自保 所以要一直不停的增強自己的力量 那不管你有多強其實都不例外 那身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 就是看到中國大陸的實力跟他越來越接近 當然就會感覺到就是中國大陸 快要有可能可以威脅到美國的地位 甚至是安全 那所以從這個邏輯上來看的話 就是美國就有動機去阻止這個 中國大陸發展的勢頭 那公式現實主義有一些基本的假設 那其中一個核心的就是說 你不太能夠確定其他國家的意願是好還是壞 對你是善意還是惡意 比方說中國大陸會強調說我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那美國公式現實主義者就會認為說 可是你可能今天確實是抱持和平的意願 可是萬一以後你變了的話 我就會措手不及 所以美國的公式現實主義者認為說 我既然不能夠確保你永遠都是善意的話 我不如直接就是就最壞的情況做打算 我永遠都假設你是惡意的 然後及時採取預防的措施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好像看起來是很合乎邏輯 跟人性 但是其實會很容易導致一個悲劇性的結果 就是本來我對你的意圖是善是惡是不確定的狀態 可是你假設我的意圖一定是惡的話 我也會採取相應的措施來回應你 所以反而有可能使得一個 本來也許可以一直延後的衝突會變成提早浮現 我覺得公式現實主義者他們是假設我們活在一個 充滿不安全感的世界裡面 那這個假設有可能是有一點就是過濾了 即使像美國實力這麼強大的國家 都還要擔心他的安全會受到威脅的話 那其實其他的國家不是就更沒有安全感了嗎 這其實是Millshaven他那本書 大國政治的悲劇就是這樣子 這悲劇就表示幾乎是命定的 這個其實從歷史的研究裡面 似乎發現也有一定的規律性 那個哈佛大學的Alison教授 他最有名的他就提出修西底德的陷阱 修西底德他是希臘的歷史學家 他那個時候研究雅典的崛起 對於斯巴達的威脅 他用這個理論推出來 在1500以後有16個例子裡面 有12個例子 最後都是新興的強權跟繼存的強權 發生的衝突 對 那這個事情你覺得從歷史上面的這個比較 Alison說的有沒有他的道理呢 我會覺得如果Alison他的意圖是要提醒 就是中美雙方就是要 即使警覺到未來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然後及早採取預防措施的這個善意的話 那我覺得他的警告是值得我們注意 但是他說他蒐集了16個案例 然後其中有12個案例都爆發了大戰 然後推論出來說其實爆發衝突的機率就是4分之3 這樣子的研究其實還可以做得再嚴謹一點 就基本上Alison的研究其實是學界的批評還蠻多的 他蒐集的所謂的16個案例中 其實大部分是西方的歷史案例 歐洲或者是美國 他用西方的歷史案例來類推到說 有預測未來的中國大陸 也會照從前的西方崛起強權一樣發動戰爭 這個推論的過程就是有可能確定性不是那麼的高 Alison他網路上公佈他蒐集案例的時候 讓我們感覺到 他對於亞洲的歷史其實不是很熟悉 那其實你身為北京的領導人的話 你在思考國家未來的走向 通常你會回顧自己本國過去的歷史背景 你不太可能把本國套到亞典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他要做歷史的案例來 然後類比到預測到現在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是稍微要做一點保留 那其實美國有另外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康燦雄 就是含義出身的 他同樣研究東亞地區最近500年來的歷史演變跟國際體系 他的結論反而是認為說在有一個 就是中國強大穩定的時候 其實亞洲地區的戰爭爆發頻率非常的低 所以他的結論跟Alison等於是完全不同 所以學界在這方面是有爭論 那我會覺得我們可能要更全面的兼顧 西方跟非西方的歷史 然後得到的結論才會比較穩定一點 我就回到你最擅長的這個權利轉移理論 這個你的博士論文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當然對於前面我們談的這兩種看法 你也分析了他們之間跟這個權利轉移理論的意同 你覺得權利轉移理論它在說明這個 這個新興的強權跟寄存強權之間的關係 它的優點是在哪裡 它怎麼樣子可以比較好的能夠解釋這個現象 其實我覺得權利轉移理論 它跟公式現實主義或者是休息體的限制的說法 不同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本來就是專門被設計來解釋 就是一個寄存的統治性的強權 跟一個新興崛起強權間的關聯 它跟公式現實主義的差別就在於說 它並沒有假設這個世界是無政府狀態 反而假設這個世界 國際社會很像是國內社會 是有上下有分統治者跟被統治者 其中世界第一強國的角色就很像是執政黨 然後其他的中小型國家就是 其他比較小的政黨或者是被統治者 所以是有一個上下的階層關係 那除非是一個比方說第二強權 快要崛起到可以挑戰第一強權的時候 這個感覺很像是說某一個在野黨的得票 好像快要贏過執政黨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會出現所謂的政黨或者政權輪替 所以這點它跟公式現實主義是不一樣 那它跟休息底德陷阱之說有一個差別 是在於說休息底德陷阱之說 認為兩大強權爆發戰爭 有可能是新興強權主動挑戰 但是也有可能是既有的強權 它擔心新興強權會超過它 所以因此提前發動預防性戰爭 趁我還比對方強制我先動手 所以戰爭的發生有可能有兩個方向 但是權力轉移理論 假設那個世界第一強權 他根據他的利益建立了這個國際秩序以後 他一定會維持現狀 所以權力轉移論者不認為 世界第一強權會主動動手 一定是崛起強權先挑戰 這是他們的說法 那其實這個主張 其實就經驗統計的數字顯示 看起來戰爭 在大國間的戰爭 確實比較容易爆發在 兩個強國的實力差距比較小的時候 所以某方面來說 其實權力轉移理論 是得到了某一些經驗證據的支持 我特別比較好奇的是 你如果是比較這個權力轉移理論 跟這個公式現實主義的差別 就是說似乎權力轉移理論 認為一個新興的強權 是有可能接受現在整個世界秩序 而不企圖造反的 對 那所以怎麼樣子讓 既存的這個強權跟他能夠談 能夠談出一個妥協來 外交上面的努力 其實是有效果的 對 那在公式現實主義來講 就認為說 即使有效果 也是很短暫的時間 終究長期來看 是會發生衝突的 是不是這樣的 對 沒有錯 公式現實主義者 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要更簡化一點 是 權力轉移論者認為是比較複雜 除了權力對比的變化之外 其實是權力轉移論者認為 既存的那個統治性的強權 如果可以建構出一套 讓其他國家都感到滿意 而且公平的國際制度的話 然後 包括他自己本身也遵守這個制度的話 其他國家不管力量是強是弱 其實都沒有動機去挑戰國際秩序 因此確實是可以維護國際和平 所以其實 權力轉移論者覺得就是主導性的強權 他其實可以透過制度的設計 然後安撫其他的國家 論意遵守他的規定的規範 然後尊重他的領導地位 那其他國家覺得這個制度 對我也很公平 比方說中國大陸以前可能會說 我們不會反對美國領導的秩序 因為我就是在你這個秩序之下崛起了嘛 對 所以我何必要去推翻這個 對我有利的秩序呢 所以其實權力轉移論者 其實可以解釋這個現象 但是公式現實主義 他們不相信會有這個情況 這是他們一個很大的差別 我們等一下在下一節 我們來特別談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但是我想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談一下 目前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聯合國安理會 聯合國安理會在設立之初 他設立了五個常任理事國 對 這五個常任理事國 他有最後的否決權 也就是說 類似像權力轉移理論 他們是最高的一層 對 他們是決定世界秩序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70年下來以後 整個世界的權力分佈有很大的變化 對 有些這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家 事實上力量是相對衰弱 像法國 是 那有新的一些國家權力變大了 像德國啊 像一些國家 對 像一些國家 這10年來 一直有這個呼聲要改革 安理會的結構 對 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 常任理事國 應該要做改變 或者是替換裡面的一些國家 或者是把他的否決權取消 那另外一個是 擴大這個安理會的規模 讓更多的人能夠進來 但是都一直碰到很大的問題 對 如果說按照這個權力轉移理論來講 這是一個秩序 如果是既然如此的話 大家就安於這個秩序就好 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的變動跟不安會產生呢 權力轉移論者 他們覺得就是權力的變化是來自於 國家內部的經濟增長率的快慢的差別 所以比方說二戰剛結束的時候 美國啊 蘇聯領先其他國家很多 那當時比方說 中國英國法國可能也擁有 比其他國家更強的實力 當年的日本跟德國是剛剛戰敗嘛 所以被摧毀的很嚴重 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後 德國跟日本的經濟是快速的復甦 所以在事實的層面上面 其實德國跟日本的實力 可能說已經是超過了英國跟法國 但是在現有的制度層面上面來說 還是停留在1945年的那個制度設計 就是美俄中英法五個國家 在壟斷安全理事國的那個長任理事國的否決權 所以其實制度僵固了 可是現實的力量分配發生了變化 因此就會出現一個落差跟可能出現的衝擊 在這個例子上面來說 其實德國跟日本反而是崛起國 然後英法是想要維護既得利益的現狀維護國 那雙方就會出現某種角力 那如果可以和平順利的改變制度 能夠順應新的權力分配狀況的話 那其實這個衝突就可以劃及 但是問題是通常既得利益者 都不太願意這樣子做 就會一直抵抗 那這樣做的話可能就會有幾個後果 一個就是崛起國就真的採用制度外的方式 來打破現行的規範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看到了 比如說在伊朗的核危機的解決上面 就是這五個常任理事國 再加上德國 還有再加上歐盟整個的這個方式來處理 這就是一個 不是一個聯合國體制的 有一點超體制的方式嘛 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做法有點像是說 尊重了德國的實力 所以這樣子如果德國因此感到滿意 就是他說 他感覺雖然我不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但是在重大的國際事件上 就是你也給我一個相應得的地位的話 可以減弱德國 挑戰這個制度的動機 因為他覺得他受到充分的尊重 所以這個做法其實是一個 折衷有彈性的做法 我也想問你就是說 如果是照經濟實力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的G7 並不能夠反映出整個世界經濟實力 我們看到另起爐灶的是G20 這個11月底要在阿根廷舉行的這個高峰會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會不會G20它的重要性 會越來越重要 因為它實際的反映出真實的情況 而G7的話 它可能就會退化成某一個 歐洲跟日本的一個組合呢 是會怎麼樣一個情況 對我確實認為 G20的影響力肯定是比G7還要大 其實G7是G20裡面的一個子機核 就是它都是先進的國家 平均所得比較高 然後工業化的起步比較早 但是就經濟規模的排名來說 比方說中國大陸還有印度 這種規模很大的國家 當年並沒有被納入在G7裡面 那可是現在你要處理 國際上的很多重要的事件 不管是政治軍事 還有甚至比方說像能源問題 環境保護問題 假如不討論 考慮到中國大陸跟印度 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大型 像巴西這種國家的意見的話 其實光憑G7沒辦法處理很多事情 因此就是G20的決策 跟匯集意見的功能 我覺得會比較彰顯 那G7反而是一個凝聚力比較強的 比較小的團體 但是它的經濟實力 其實已經不到全世界的一半 我們等一下 我們繼續的更實際的來談 這個權力轉移理論 或者是我們前面講到的 不管公式縣市主義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說法 怎麼樣子 現在來看實際的問題 尤其是 中國大陸的崛起 跟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